下面的重點就叫做平衡化學反應方程式 因為原子說告訴我化學反應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組合 種類數目沒有發生改變 所以反應前有五個氫,反應後就要五個氫 反應前有兩個氧,反應後就要兩個氧 前後各原子的種類跟數目都沒有發生改變 我就把它寫下來讓前後的數目都一樣 這叫做化學反應方程式的平衡 這個事情很重要 未來要做簡單的化學劑量 也必須要用到已經平衡好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那我們怎麼平衡 國中現在教的方法叫做觀察法 用看的 我們給各位的方程式都很簡單 用看的就會曉得了 怎麼看 把最複雜的化合物寫作1或2 你看得出來該寫2你就寫2 看不出來該寫2你就全部都給我寫1 最後再來處理把最複雜的化合物寫作1或2 然後從兩邊都只出現一次的化合物開始依序平衡起一個一個的平衡 然後就把它解決掉 最後有一件事要做就是必須要化成最簡單整數比 因為都是整個東西在反應 整個東西在反應 所以必須要化為最簡單整數比 好 舉例看看怎麼做 來 請你把它平衡 請你把它平衡 來 誰最複雜 那個彭酸娜最複雜嗎 彭酸娜最複雜 把它當作1 好 1寫完之後 那就這裡的那左邊一個右邊一個那可以用 彭B左邊一個右邊一個也可以用 雅左邊一個右邊一個也可以用 所以這裡的那彭仰都可以用 這裡寫上1之後那有幾個 那會有3個 那會有3個 所以我就寫上一個3 好 3寫完之後 氫氧化那就固定好了 所以那要3個 氧要3個 氫也要3個 氧3個 右邊已經看出來 氧就3個 所以氧不用動了 剩下的氫要動 這邊的氫有3個 左邊的氫有3個 所以右邊氫也要3個 H2是兩個氫的意思 兩個氫怎麼變成3個氫 乘2分之3 所以乘2分之3 氧不用處理嘛 要處理7 2分之3 好 所以這裡要寫2分之3 那我們還有一個東西沒有動 就是氫沒有動 氫沒有動 氫沒有動 那個右邊1個氫 左邊也一個氫 所以就寫上1 好 平衡好了 左右都一樣多了 可是不行 不准不行 要化成最簡單 整數筆 所以全部都乘以2 所以就平衡好 所以就平衡好 這樣 OK 所以兩個氫就是平衡好 這就是 我們的平衡的方式就這樣做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好 可以 這樣平衡嗎 就是我們的答案 是這樣 好 換你 平衡 這樣要多少 你 把你叫起來你就念數字 1122這樣子 3344這樣子 OK 你就念數字 從頭念到尾 依序念給我聽就可以了 你的數字 什麼數字 1122 3344 好 你就把你叫起來 你就念你的數字給我聽 告訴我你的數字是誰 多少 可以嗎 好來 我們要找一位可愛大帥哥 帥哥 帥哥叫做 34號 沒有來 我們帥哥 25號 25號 大帥哥 念數字 1 接下來 5 34 1534 好可怕 請坐下 你答案叫1534 來我們 我們怎麼做 這個最複雜 當作1 碳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碳可以用 青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青可以用 這裡有三個碳 所以這要寫三 這裡要寫三 好 這裡要寫三 好 這邊寫一 這裡寫三 可是這個癢不能動 因為癢 左邊一個 右邊有兩個 所以不能先動癢 所以回來動誰 青 這裡青有八個 所以這裡要寫多少 4 4寫完以後 就死在癢 對不對 這裡3加乘2是6 4 乘1是4 6加4是10 所以這要10 所以這要寫多少 這裡就要寫5 這要寫5 所以1534 所以答案1534 OK嗎 OK 很好 好 那這個咧 這個咧 這個咧 一樣 121 334 556 答案多少咧 這個應該是多少咧 好 一樣 來 我們找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叫做 9號 9 可愛小女生 121 213 你答案叫213 從最複雜的作曲 這個最複雜 寫1還2 你看就知道該寫2 為什麼 這裡有兩個 你看就知道該寫2 你不會呢 不會你就寫1 不會你就寫1 這裡有幾個個 一個個 這裡幾個個 兩個 所以怎麼變一個 二分之一 不能動氧 因為氧有兩邊 兩個氧對不對 不能動氧 這個氧一個 右邊兩個不行了 要動氫 一個的話有幾個氫 三個氫 那這裡2多少 二分之三 二分之三加二分之三 就三 三個沒錯嘛 就平衡好了 但是不行 要化成簡單 整數比全部乘2 2 1 3 2 1 3 OK 這樣做出來 這就是平衡化學反應方程式 這種題目常常有考 等一下你就看到很多的立體練習 所以你一定要會 怎麼去把方程式平衡 OK